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替习近平因为港版国安法而造成的拉离屁股室 去擦屁股的时候 他自己是有意安排的 第一个选择就是意大利 其实意大利在整个欧盟当中是相当亲中的 相当亲共的 然后中间穿插了法国 丹麦荷兰 还有德国 他把德国放最后呢 其实是有点压阵的感觉 就是说 在压阵的感觉就是希望能够获得成功吧 那紧接着今天是9月1号 杨洁篪要去 先去西班牙 再去希腊 对吧 两头 这些都是欧盟国家 然后去缅甸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中间去了这个 最后去缅甸 那王毅呢 就显得比较特别 因为他在主打欧洲的过程中 结果捷克去了 捷克的议长去了这个台湾 让一句 我是台湾人 这个赖清德刚才我看说 赖清德很激动 实在没想到 结果后来也有人揭秘了 说当时捷克 我看过报道 捷克总统是非常亲共的 捷克总统是跟当初那叫华什么 就是倒石油的直接相关 后来被习近平拿下了 在去年 以及胡慧中的先生 胡慧中的先生被抓了 刚刚今年才给放了 中共没有人理他 有一张照片就是在街头穿个大白背心 因为人已经老了嘛 穿个大白背心是吃什么东西的 被人给拍下来 说想不到这个 胡慧中的先生最后到了这个份上 没有人帮他 因为他其实当时是行贿 榨德的总统 放了两百万美元 结果那总统没买账 没买账放在礼品盒里头 总统没买 本来是想把这个整个榨德国家的 这个石油系统的公司全都买走 结果没买账事情出了 这个前后呢 就跟捷克有关 当年习近平出访捷克 就是跟这件事情 跟这些生意人有关 所以捷克其实是跟中共关系非常好的 用钱买下来 主要是在这个捷克总统身上 结果因为 因为 正是因为胡慧中 他先生行贿的事情 那把捷克的整个政坛呢 就给转变了 因为捷克总统在跟一个 在跟这么一个机构在打交道 而且把捷克的国家利益 包括一些石油和电信系统 就都给出卖给中共了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现在的议长就起来了 是坚决反中共的 你看起来就坚决反中共 所以有些人说 他带有国内的政治斗争的含义 就是捷克内部的政治斗争的含义 那个不是关系的 永远会有这东西的 永远会有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这世界上有阴有阳 永远是这么对应的 一个人身上有好的习惯 有不好的习惯 永远是这么对应的 所以这只是在 随着大的天象出现的时候呢 一个人选择了善的时候 他整个生命的是一次 绝对净化和升华的机会和过程 对吧 他这是一个关键 而这个层面的本身是正负对应的 如果层面本身不是正负对应的 那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项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看到的一切 一个事情 接着一个事情 这种轮回善恶相对应的 这种报应也就都不存在 这个世界其实就不存在了 人类的环境就不存在了 所以那个东西说起来 听起来蛮有道理 实际是没用的 它实际是在更大的一个框架下的 完完全全的一个自然表现 所以这是一个中间差的 也就是说杰克的 秘书杰克的议长来到了台湾 结果王毅呢 去到欧洲去想把欧洲能够扶平了 结果杰克的议长这一说呢 王毅就在欧洲的本土 说要让他付出沉重代价 这不是一个外交官应该讲的话 这是极其下流流氓的话 极其下流流氓的话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谁也没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他把德国外长给惹急了 两个人在记者会 这是记者会 德国外长直接警告王毅 你不准欧盟 不准威胁欧盟成员 那是喽 那德国是欧盟的大国 领头羊 结果他在欧洲的本土 直接去这个威胁杰克 那你这个事就 这个事就有的看头了 这里讲了哈 杰克参议院的议长 访问台湾 然后这个 王毅在欧洲发出说 将付出沉重代价 9月1号 德国外长马斯 在会面时 会后的记者会上 针锋相对 王毅在记者会上 重申捷克的做法 叫干涉中共国内政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 国际共识 而马斯说 欧洲人尊重国际伙伴 我也希望获得 我们也希望获得同样尊重 威胁 不适合这里头 那这就是 这是一个明显的冲突 也就说 王毅对欧洲的 对欧洲的访问 因为捷克的议长访问台湾 从而他发出威胁的时候 也就把他整个的 这一次捷克访问 就做了一个定调 整个这一次的欧洲访问 做了个定调 也就是说 不是说他付诸东流 而是说 让欧洲人更加的成为议题 在打击中共 德国在表明自己 跟欧盟一体化当中的 这种一体的概念 它的作用就比较大 因为 大家真正平常担心的是 德国会顾及自己的利益 而跟中共勾肩搭配 出卖欧盟 30号 德国访问的王毅 说 捷克的议长公开挑衅 不能坐视不管 短视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 跟14亿人民之为敌 那跟这个 德国外长会面 再次提到这样的说法 那结果 马斯在直接 直接记者会上说 他跟捷克的外长通过电话 我们身为欧洲人密切合作 我们尊重国际伙伴 但希望国际伙伴尊重我们 威胁是不适合这里的 德国希望香港的一国两制 能够完整 恢复立法会的改选 呼吁撤销港版国安法 那这是 而王毅呢 这个又重申 在这种重申的过程中 在这种交火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 中共在欧盟的最大的支持者 德国 这可能是 在利益角度来讲 最大支持者 被王毅一枪毁掉了 基本上就毁掉 因为这个东西 大家公开 我说A你说B 我说是你说不是 如果是这么来的话 在一个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中 那就是冲 这是巨大冲突 国会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罗伯根痛批 外长在德国 竟然亲自出口 出言恐吓另外一个欧盟成员国 这不仅是外交 也是对民主的亵渎 欧盟成员国 是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仍有可能访问台湾 台湾不是地图上的空白地 这里面 大家要明白一点 承认它的政策 知智它的政策 这是欧美对中共的 一中原则的说法 但不接受 这一中就是共产党的中国 而中共却把这个词改会了 改过来的结果 就连他们自己都相信 他们自己偏自己 觉得很相信 所以这个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了 你说一会吃馒头 行吃馒头 但并不是说 你吃馒头 我就必须一定要吃馒头 两回事 所以原则是 你吃什么我就得吃什么 那知智知晓是说 你吃馒头 OK 吃馒头那你就吃馒头 跟我没关系 那我知道我这么件事情 这是一个本质上 就事情的本质上的一个 一个相当大的差点 这是布拉格市的市长 这是布拉格市的市长 用布拉格市的正式文件 正式的这个文件函 正式的文件函 直接签了字 直接骂这个 那谁是小丑 两国纷争 出现付出代价 这个并且 结果这个 布拉格市市长 公开信 痛批王毅 无理粗鲁的小丑 我给你24小时 把道歉信写好 放在捷克的外交部长上 外交部长 他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 正常的社会 一般都是 国家都是三级政府 相互之间 不是上下级关系 对吧 他这个 议长不是他的 捷克总统 不是 这个 这个 布拉格市市长的核心 跟思想 那 习近平 是他 王毅的 思想 对不对 精神 是他的父亲 可以这么说 捷克外长 讲说 王毅过头了 这个 并指示次长 召见大使 提出抗议 那中共外交部长 也召见捷克大使 提出交涉 那 中共夸张的行为 让捷克政坛不能接受 所以就写了这封信 直接附上照片 那说 竟敢威胁我们的议长 无理粗暴 立即为威胁 做出道歉 这是一个 这就是我们刚才看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所以 整个的故事 整个王毅欧洲之行的故事 最终以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结局 在王毅充分表现出 习式的那种蛮横的时候 那就把整个事情 就给 就把欧盟整个给统一起来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